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太多人問我 最近跟蘇生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在這個影片開頭 我有東西要先說明一下 首先要感謝大家對我們的關心 不過我認為 事實上我們的東西都不需要去跟人交代 感情是兩個人的事情 可是因為太多人問了 所以我覺得還是簡單講一下會比較好 就是我跟蘇生已經分開了 所以我覺得你們知道我們是和平分開 就可以了 當然我們也都還是好朋友 我們一樣會一起上課 一起見面一起聊天 另外還有就是 以後蘇生也可能沒有很常出現在我的影片裡面 可能我們以後還是會偶爾合作拍一些影片 我想講的是 如果你看我的影片是當初為了看我們兩個人的話 這樣子你以後可能就不用看我的影片了 因為以後影片可能就只是我一個人 不然就是跟我朋友跟我家人之類的 然後蘇生也是有講過他可能會開一個YouTube Channel 因為他跟我講過他喜歡拍影片 可是他很懶惰自己剪影片 所以他還在考慮當中啦 以後如果你們想看到蘇生影片的話 就期待一下咯 我會把它YouTube Channel放在我的影片最後那邊 哈囉大家好我是常永 今天我們來玩一個最近人氣很高一個東西 就是一個叫sat and me的東西 我也不知道怎樣稱呼這個sat and me 到底是什麼東西啦 總之呢它就是一個可以讓網友 匿名留言給你的東西 所以等一下我看到全部留言都是匿名的 就算有人罵我毀謹我 我都不會知道他是誰 然後前陣子啊我看我朋友林靖 所以你在Facebook下有一個新聞 就是關於一個15歲少年玩sat and me 因為收到網友惡意的霸凌留言 然後可能就承受不了 就去自殺了 我想講的是如果你看他性別很高 沒很強 呃...是看他性嘛 總之如果你是一個會把留言 看得很認真的的人的話 你就千萬不要玩sat and me 因為可能只是朋友一些開玩笑的霸凌留言啊 然後你就以為是真的霸凌留言 就有可能會導致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啦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往正面的地方想啦 所以匿名留言給我的人有 一千九百四十三個留言 然後我大概是把這個連結 放在我的instagram的現實動態 差不多是24小時一天了啦 所以我就挑幾個問題來回答啦 我們就來看看匿名的網友 你為什麼給我 噢...Shit 第一題就問到這麼奇怪啊 想問你根據你會有做過愛譜 我沒惡意我只是想知道 台南有幾久才能做愛 因為我公男朋友剛叫我兩個月 他就是暗示我 但我覺得還不是知道 但同時我也會距離他 我覺得在性政方面是見仁見智啦 有些人會定義交往 做久啊 才可以有性行為 可是我覺得如果你愛你的女朋友的話 你就不應該在一起兩個月罷了 就跟他暗示要性行為還是什麼啦 性行為這東西 我覺得可能是要等結婚過後才發生吧 至少我的concept是這樣啦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個人的想法跟我一樣 我也沒有講你男朋友why你 我只是講我的想法罷了 然後我認為你也不用覺得會愧疚於他啦 因為性行為是兩方面需要統一的嘛 如果你覺得還不是時候 就當然是不要啦 Follow有憾 為什麼你一個寬中生可以這麼紅 因為可能是我高中的時候 參加過一個學校的 什麼校花校草 雞花雞草的比賽吧 然後那時候就拿高一年段的雞草 然後那個時候學校就比較多認識我咯 可是我覺得我實在網路上有點冷氣飽吧 畢竟寬中出了很多很多人才 譬如說戴佩尼啊 彭學兵啊 還有發明pandrive啊 之前也看過一個在中國的火箭那邊工作的 不過其實寬中很多人才 可是我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你喜歡哪一型的男生 有一點壯 然後又有一點可愛的男生吧 欸 我是在講我自己嗎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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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跟誰合作 其實只要是朋友的話 我都會想跟他一起合作拍影片 可是如果講到最想合作拍影片的人啦 當然就是全負責了 可是這是個很遙遠的夢想 太遙遠了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你的弟弟 因為我覺得他很串 哈哈哈哈 不要介意我這實話實說 呵呵 我不知道觀眾懂不懂串的意思是什麼啊 串的意思就是說 一個人很拽 很自大的意思 我弟弟的性格是比較 比較有自信一點 所以他給人感覺他很屁孩 很自大 可是我覺得他的人是很好的 因為至少他在學校裡面 做一些違反 校規啊 還是違反人類行為的一些取動 他就單純只是個 愛音樂 愛挑戰到 愛拍照男孩吧 哇哈哈哈哈哈哈 笑屁喔 想巴佬 你真的很爽很做作耶 討厭啊 還有也很自大 會想要了不起 拍的影片都很無聊耶 連大便都變了 哈哈你真的很有興趣 你也不要出來 YouTube或哪裏 也是免得觀眾眼鏡 我不知道我在觀眾眼裡 是不是很拽 很做作 很自大啦 可是我為我 Tilendo很厲害 我感到很驕傲 因為在我身邊的朋友 都是以前的那個Tilendo 可是念到半途的廢 就是後面沒在念了啦 所以我以我念Tilendo 念到黑帶三段 這方面我感到很驕傲 可是我不能把你寫自大 定義是什麼 因為我只是很喜歡 把我Tilendo的動作 拍成影片 放上網路 然後我也想讓我拍影片很無聊啦 可是你也可以不要看的嘛 是不是 可是連大便都比我好 我真的是不可以接受 大便你可能五分鐘 就做完這件事情 可是 拍影片剪影片 這個絕對不是五分鐘 可以做出來的事情 所以就算影片做得不好 我覺得至少人家也是花時間 做他自己想做的東西 所以還是體諒一下人家啦 大家共免之 還是要感謝你的勇於留言 謝謝 你的兔子牙 有兔子牙吃了 知道是嗎 像屁啊 哈哈哈 你說話有點不清楚 呃... 事實上我講話是比較快一點 所以當我講話快的時候 我就會講話不清楚 所以每次拍影片的時候 我都會舉拔打結 然後就重新再錄過一次 一案的話 我也有在努力調整我講話速度啦 因為我講話太快 講話就有點不清楚了 你畢孔很吸引 常挖嗎 呃... 偶爾會挖一下啦 所以可能畢孔才這麼漂亮嘛 很醜 其實我不喜歡看你的YouTube咧 一群廢片 希望你不要做YouTube頻道了 一定會回到前途 哈哈 不是我要講 你的頻道 是CHANNEL 不是R 嗯... 我醜不醜 這個我也不是很care啦 廢片我是承認 因為都是廢片 希望我不要做YouTube頻道 我應該是做不到 因為其實我是個滿enjoy剪片拍片的人 我很喜歡一手包辦影片的感覺 剪出來過很有成就感 你很可愛 我是以後圖民傳的選妹 希望可以遇到你跟你拍照 哈哈 如果遇到我當然可以跟我拍照啊 因為基本上找我拍照的人我都不會拒絕 因為基本上也沒有什麼人找我拍照 哈哈 你真的比我想到還要矮 其實事實上每個人看到我都... 不會覺得我矮吧 因為我有170 雖然170是個正常男生矮一點的高度 可是就是我父母給我的東西 我應該要接受 而不是每天埋怨 怎麼我這樣矮喔 我要高一點咧 我覺得我樣子如果配到一半年就很奇怪了 好餓啦 不是我要講啊 終於肚子在那邊留言咧 是因為我看起來很好吃嗎 你整越來越有諧星的感覺 欸?你這樣子講的話喔 我好像每次拍影片都是當諧星這樣 我會加油努力變成一個更好笑的諧星 老實說看你的動態有時候蠻屁的 然後又很愛罵髒話 有點沒選擇 不管是還蠻可愛的哈哈 因為我動態拍的東西都是比較Live的東西嘛 然後我Live就是比較幼稚一點 其實我認為罵髒話這東西 是沒有什麼辣 我實際上其實是一個會罵髒話的人 我很坦白講 只是真的是要看廠牌來罵啦 比如說有小孩子啊還是有公眾的地方 就盡量不要罵髒話 所以我如果在我影片罵髒話的話 我都會把它效應起來 最近還發現到其實我的頻道 有很多小孩子來看 我不想就是他們會有樣學樣 就是跟著我罵髒話 以後少罵少罵少罵OK 長得帥了不起 EBS 我沒講長得帥了不起啊 雖然我不知道你是開玩笑 還是在講真心話 我不帥 你超醜的蔡唐勇 我是郭宜忍怎麼樣 請問你在PLUS 是Custom賣怎麼樣的鞋子 可以拍看看嗎 喔因為我前兩天 TACCN的老闆Betson 從日本來台灣找我 然後拿鞋子給我 因為我拜託他把我Custom賣一雙鞋子 然後我到現在還沒有打開 OK 350 OK這個就是我Custom賣的鞋子啦 然後設計我是交給老闆去設計的 然後你看這些設計喔 都是老闆親手自己做上去的 所以我要感謝他就是幫我弄這雙鞋子 好香喔 就是在Instagram去找PLUS MY 然後你就可以設計你一樣的鞋子 You are handsome but you are fake 是在講我的臉是假的嘛 就是可能閉嘴啊 還是眼睛啊 我的臉是貨真下屎的咧 看他可以做PLUS 眼前可以這樣玩 如果我摺龍了還長到這樣 是有一點失敗啦 常用叫我來留言的 我是Cody 常用我愛你 Hello Cody 誰叫你來留言 你不要臭不要臉啊 拍的影片都這樣沒有許準 還要來我自己留言 哈哈 我開玩笑了 Cody是我認識的一個馬來西亞YouTuber 他拍的影片都很好看 你們也可以去看他的影片啦 真的希望你是Gay 因為我愛你很久了 真的希望我不只是朋友 我不是Gay 可是我也不會反對同性戀 我是支持同性戀的 因為我附近很多同性戀的朋友 你是雙性戀嗎 我要喜歡你 你要可愛 當個零號一定很多愛 為什麼是零號 難道我就是同性戀你們的女生嗎 我也不是雙性戀 可是我還是一樣支持同性戀跟雙性戀 就這樣 你幾次要拍都市傳說 其實我個人是比較膽小 我不敢去碰鬼怪這一類的東西 就算是為了紅 我也不會去動這些東西 因為我覺得很恐怖 面對跟你合照的 你能不能就把它當普通人 別把它當粉絲那樣 感覺就感覺我們是一類 那裡有點尷尬 這個我要很強調的 我從來沒有把你們當粉絲 我把你們當成網友 然後你們找我拍照的時候 我也沒有把你們當成粉絲的角度來看你們 我把你們當成朋友這樣跟我拍照 所以我看到這個 我是有一點生氣的 因為我沒有把你們當成異類 其實當你在Vlog時 對著鏡頭的人 那些人會覺得你白癡嗎 我拍了這麼多次Vlog到現在啦 我在外面拿著相機 這樣子錄Vlog講話的時候 我還是會有點小害羞 所以我還在學習要怎樣 不要尷尬的拿著相機Vlog 幾次要辦見面會 其實我完全沒想過 1.怕沒有人來 2.不懂他在哪裡 3.不懂他幫我做什麼 4.感覺很臭屁 5.見面會感覺就是應該要的東西發布才可以見面 你曾經是我男生 我不明白曾經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現在不是了咩 為什麼我曾經是現在不是咧 我不明白 句話謝謝大家 趁機進來匿名留言給我 雖然有一些好的 壞的 變態的什麼的 可是還是謝謝你們的話 幾秒鐘記得留言 還有就是要謝謝那些 一直鼓勵我 叫我加油 講我很帥 講我很可愛的人 因為真的太多了 我不知道怎樣回復你們 所以我要在最後這邊 謝謝你們 你們寫的每個留言 我都有看到 雖然我不知道你們是誰啦 可是還是很開心啦 可以看你們留言 本來這個SATM1影片 我以為會有很多人來罵我 講我 結果想不到其實 1900多個留言啦 其實罵我到了沒有超過10個 也差不多10個這樣啦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拜拜